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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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星期五 就是每周一股的环节 请来新闻就是研究部的高级分析 圆圆梓希在旁边跟我们聊天 Harry 你好 我们也看看上周五 跟大家推荐什么部分 就是B6 1月08的五框资源 似乎跟恒指来说 不过跌势一样 家庭观众上周就说现价可以买 似乎跟恒指一样 有个跌势下来 跌近2% 暂时账面上有些亏损 因为看到中控收市价是2.74 暂时又如何做回这个策略上 如果你说看五矿资源 我会觉得暂时对于股价的触发点 还未存在 要看本身管理层 会否进一步释述 他们自己的秘露铜矿里面的进展 所以买了的投资者 我想等等 这只来说都是布了一些比较长线的 所说的东西都是 本身的秘露铜矿 可以未来带动到盈利增长得很厉害 所以最近没有消息 它都会跟着股价 这类别的资源股 和股价的敏感度也会比较高 所以你会见到它的跌幅 都跟着足够的恒指跌幅 暂时去看 我觉得目标价 如果你放中长线 就不是太大问题 好 Harry 全新一个星期了 今天跟大家推出什么顾份呢 如果说今个星期来说 我的看法就会见到 其实大家所看的一些股份 譬如蓝筹股也好 或是过股的业绩也好 其实如果你计算业绩期来说 已经去到尾声 所以就给一些比较长线的看法 这只股份来说 都是其中一只蓝筹 其实在每周一股里面 其余分析员都说过 但是现阶段 我觉得开始有那个价值在回到 尤其是如果大家想想想一些 例如放一两季业绩表现的股份 我觉得这只都可以想一想 是编号992联想的 应该是很多家人观众想问的股份 如果你说现阶段来说 联想本身 大家所熟悉的 它是做电脑的 但是如果你看看橙色的部分 就是流动通讯设备 集团的发展趋势有少少不同 因为以往我们分析联想 这个部分叫MIDH 但是现阶段 就是联想近这两季的业绩 转了它做流动通讯设备 因为它已经是集中做一些平板电脑 或是智能手机居多 好 都要先问一问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近期在联想股价都非常强势 业绩是对板的 它在个人电脑市占率方面 不断攀升 好像已经是第一位 更加你看到市占率份额 接近两成历史的新高 所以股价都真是交代功课 有什么亮点大家先要留意呢 两项的就是业绩和一些收购活动 联想一定会想起Motorola方面的情况 首先先讲一下业绩 有什么冲劲 业绩里面 今次我们每周一股 会集中分析 究竟它能否保持高速增长 因为其实如果回想起 我想集团有五六季的业绩 都保持到起码是20%的顺利增长 这个长盛将军究竟能否保持 我想大家的关注焦点 第二节我们会讲讲 就是合并的道路 接下来收购IBM的伺服器 或是Motorola的手机业务 究竟对于盈利的增长 或是整个集团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先看看本身盈利增长的势头 下期我们看到几个业绩 包括12、13年、13、14 以及今年刚出的首季业绩 截至3月31日 你会看到刚出的业绩是首季业绩 你计算收入、无利、随随前日利、纯利 全部对板 我们看到集团现阶段 所以你为什么会看到 恒指其实都回到多少 有个高位 联想的股价不是跌得很厉害 它有一定的防守力 所以你会看到 只看大数里面 我们看到收入、无利 这些本身的大数 保持到一个挺不错的增长 都有成一成八 顺利有23%增长 大数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说 本身如果你吹无求疵去看看 我们看到顺利 好像升幅有少少放缓 我们看到12、13年是3乘4 去到顺利 13、14年4月28% 好像一直倒退 去到今季只有23% 我们看看细数 下一板有些细数是回到的 无利 无利率我们看到跌了一些 但也保持到一个13%的幅度 其实集团在说 因为它在美国那边 打一些价格战 所以导致有少少无利的hurt 我特别列好少 我们每周一股会说的 就是顺利率 顺利率 保持着有个上升趋势 其实这个也挺夸张 如果Janette你所知道 本身买电脑 其实老实实是越来越便宜 所以如果你说 这个顺利的上升幅度来说 其实本身对于联想集团 你只计毛利率 或者是顺利率的上升趋势来说 其实我觉得它本身 已经跑赢了全球制造这类别的PC 亦或是平板电脑的一些制造供应商 而本身我们看到其余的 比如说研发费用 或者经营费用 那个升幅都控制到的 没有生意压升得那么厉害 所以导致整盘数量 我觉得以本身联想 对比起其他同业来说 是完全地跑赢的 好啊 那我又想了一点 因为你刚刚说到 这个顺利率 其实都虽然有得升 但是那个幅度很小 是不是他们那个提价能力 反而既然自己市占得那么高的话 可能不会卖得太贵 卖得便宜一点 纯粹就是说拿回那个市占率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因素 他们本身的价格是卖得便宜 所以才可以保持到他们第一位呢 没错 你都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为何 其实是引申问为何 联想份业绩会那么漂亮呢 其实联想 是不是那个product上很特别呢 集团用两个品牌 做一个策略 一是本身就用一个叫Fink 这个牌子 就原以往的IBM FinkPad的牌子 另外那方面 就是打一些比较 好像你JANET这些人 是潮一点的 Ideapad这个牌子 做一些比较fashion一点的电脑 或是不同的智能手机 所以就是这些策略 亦或是在同一个 无论是手提电话 亦或是手提电脑 和桌面电脑 同一个规格里面 它总是买得便宜一点的 所以就导致到 很多市场的消费者 其实它对于电脑来说 现阶段只是比较平实 看价钱居多 所以导致到这盘数做得这么漂亮 OK 好 那我们都看看收入分布先 刚刚我们跟大家 Gofer的业绩的时候 知道它第一季的收入来说 就有103.95亿 就是美元 我们看看那个分布 这个就是按地区的收入来的 占了最多的就是在中国方面 这个饼占了三成六 就是用蓝色的part代表 排第二位就是在欧洲 东欧和非洲方面 在饼占了两成七 就是绿色的part 之后就是美洲 排第三位占了两成二 就是紫色的part 和亚太区的 红色的 全部来说 保持到升势 唯独是在中国方面 那个战比是最大 但是升势 按年来说 升得2%都比较少 是不是竞争很大呢 没错 其实如果你看回中国来说 你计算收入的升幅很少 这个就跟自己本身 在智能手机的part 其实那个增长 其实是放缓的 因为中国智能手机这part 竞争相当之大 如果你说电脑来说 我会觉得市场的份额 在中国大家都见到 其实已经占的份额比较高一点 所以有个增长放缓的趋势 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举动 但是如果你看回经营率 利润率来说 中国是最赚钱的地区 如果你说在图上 大家的版面上 有什么特别呢 我留意到绿色的part 欧洲那边就相当之厉害 占的收入占比其实不小 有27% 但是增长幅度很夸张 49个百分点 增长一半上来 这个跟以往联想已经成功收购了 Madellon这间欧洲的一个公司 在德国的份额上升得很厉害 所以导致增幅这么厉害 所以就看看 连带的经营利润率 都有一个上升趋势 在欧洲那边 所以接下来 本身如何去看这部分 如果计算地区来说 美洲那边 要本身看看 接下来的经营利润率 可不可以压止 因为在减价 导致经营利润下跌 而另外 看看欧洲可不可以 保持高速增长 我期望 例如中国这个地区 占比最多也好 我觉得增长率不是那么高 下半年的前景上 计算经济表现 或是各个因素来说 未必可以保持高速增长 好 看完地区方面 快点看看 看看什么产品的出货量 或者收入占比 这是按产品去看的 台式电脑 就是我们平时 Office桌上的桌上 一桌上的那些 出货量增长一成二 收入增长两成 全球市占率都非常高 去到17.5% 还有手电话 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 我们所谓的Tablet 都看到增长强劲 一定是平板电脑 或者智能手机 因为比较方便 而且可能转换率 可能又会坏 或者可能一人有两三步 就多一些 所以都解释到 为何出货量强劲的增长 但这幅图 我们没有看到 哪一部分的产品 就赚钱多一点 哪一个业务的毛利又高一点 如果说据毛利来说 始终还是手提电脑 比较高一点 第二样才是平板电脑 所以出货量的增长 在流动通讯部分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一定是高速一点 机数还是比较低一点 手提电脑和台式电脑 我会觉得现阶段来说 是一个平稳的增长 但你计算右手边的饼 其实就占了它本身的收入 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所以对于整个产品的板块来说 好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接下来如何发展 好的 谢谢Harry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听听下第二个旅行因素 就是收购Motorola方面的业务 究竟那条路是怎样 现在最新的情况 我们或者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和大家探讨 联赏这个股份